本文要介绍的三国成语故事出自三国之袁绍传 发生时间是县地建安五年公元二百年官渡之战时期 涉及的人物有三个 袁绍、田锋和曹操 先来看看原文 出 绍之难以 田锋说绍曹公善用兵 变化无方 众虽少 为何轻易 不如以酒池之 将军俱山河之骨 拥四周之众 外界英雄 内修农战 然后简西精锐 分为骑兵 承虚迭出 以扰河南 就右则积其足 就左则积其右 使敌疲于崩命 民不得安业 我为劳而彼于困 不及二年 可作刻意 今世妙胜之策 而决成败于一战 若不如指 毁无极也 这段话的大意是这样 当初袁绍率领进军官队 田锋对袁绍说道 曹操善于用兵 战术变化不定 灵活多别 他的军队人数虽少 但千万不能轻视 不如用持久战的方式对付他 将军拥有的地盘山河显固 又拥有四周的民众 对外结交英雄 对内修正农业 军事 然后挑选精锐 出其兵向防御空虚之地出击 骚扰黄河以南地区 曹操就远右边 我们则攻击他的左边 他远就左边 我们就攻击右边 使其疲于奔命 百姓不能安居乐业 如此一来 我们不用兴师动作 对手已经疲惫不堪 用不了两年曹操必将失败 如今将军放弃必胜之策 选择用一场战役来决定胜败 万一无法获胜 后悔都来不及了 本文要说的成语 就出自田锋画中的变化无方 意味变化不变 灵活多变 这句成语也是由田锋所守创 田锋的这番话非常客观 曹操自起兵以来 神经百战 遭遇的凶险不少 但不仅能化险为夷 还是采用灵活多变的战术 击败对手 在眼中对付张鸟 陈宫是如此 在徐州对付吕布 刘备亦是如此 短短数年曹操迅速成为中原地区 仅次于袁绍的强大势力 靠的就是战场上的变化无方 作为袁绍的谋士 前锋不仅看到了曹操的优势 同时也找到了击败曹操的关键 正如他自己所言 分兵进攻 能打乱曹操的整体部署 同时能最大程度的利用袁绍在兵力上的巨大优势 如果真的按照田锋的战略战术实施 曹操必败无疑 不过 战争的胜负并不仅仅依靠兵力的多寡 最重要的是主帅的领导能力和判断能力 在这一点上 袁绍刚愎自勇 耗谋寡断 目光短浅 岂是一代军事家曹操的对手 结果袁绍不听田锋的建议 在关渡与曹操展开战略决战 尽管兵力数倍于曹操 但最终还是输在了曹操的变化无方上 从此双方的力量对比发生巨大变化 最终袁绍集团灭亡 曹操统一了中原 最可悲的是 关渡之战失败后 袁绍不但没有因战前田锋的正确判断而重用的 反倒认为自己的失败会被田锋笑话 到时候自将颜面皆失 下令蒋田锋处死 单单从这一件事情就可以看出 袁绍输给曹操是必然的 参考书籍《三国志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